是坚持个性还是尊重经典 个性路上遭遇重重质疑 设计师面临从未有过的设计危机 本期交换空间即将上演跌宕企图的 地中海装修 装修对对碰了暖心贴心 大家好这里是交换空间 我是王小千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 还是在四周来进行拍摄 非常的巧 入选今天交换空间的两对选手呢 都非常钟情于地中海市的那种装饰装修的风格 但是他们自己装的呢都不是特别满意 接下来我是要去拜访这两对选手 而且我还听说啊 其中有一户人家有一个小主人 今年呢九岁了 从四岁有交换空间那年开始 他就盯着我们的节目看 整整看了五年了 特别的喜欢 那我们呢这个觉得非常的荣幸 有这么忠实的小粉丝 现在我打算第一家先去他们家 认识一下这一位九岁的小粉丝 你真的是从四岁就开始看我们节目的吗 你四岁的时候你都能看懂什么 能记住什么呀 能看懂你们这里是要装修什么呀 要搞什么呀 真的吗 你现在还喜欢看吗 那那个你知道地中海风格是什么样吗 你妈妈挺喜欢的听说 不知道 不知道啊 那你想装成个什么样的呀 地中海的 我还是那种 真是妈妈的好儿子 说装了三回 就是装成后现代是你们家吗 就我们家 是你们家 因为我比较喜欢就是那种很清爽的感觉嘛 然后本身我也特别喜欢蓝颜色 对蓝颜色 然后就出来了 就觉得说地中海的风格应该是很干净的 然后很简单的 你看得出来你是蓝加白了 地中海确实是蓝加白 但是它应该有的一些元素 比如说有一些拱琴的门啊 对 还有一些这个元素 你好像还确实没怎么用 坦白讲 我对人也挺懒的 我觉得那种就搭扰卫生比较方便 我那天我还在跟设计师讲 我说隔板没有问题 但是一定要有门 我就只要搭外面的灰就好 千万不要让我 不要整天擦 这是家庭主妇的新生 行了 地中海有很多种 有比较经典的蓝白地中海 也有复古型的地中海 田园式的地中海 更有粗犷型的地中海 在这么多类型里 我选择了蓝白色的经典搭配 我相信经典的就是永恒的 永恒的就是值得推敲的 也是最不容易出错的做法 我这次的设计主题为 邂逅爱情海 不知道设计师林美花 打造的这片经典爱情海 是否是黄林心目中的那片海呢 一进门 热情的赵龙小两口 就送给了一个 让小千倍感亲切的礼物 原来我一两年以前 我老家带鞭子来的 是吧 没错 穿了什么新的 我买衣服 对对对 谢谢谢谢 多谢多谢 看看你们家房子 刚才我这偷眼观瞧了一下 让观众来看一下 我觉得这是最值得鼓励的 小两口 这逆子是你们自己批的 批的 批的多少时间 两周 两个星期 这墙是你们自己刷的 整个双修就请了两个工人 我觉得特别人的鼓励 就是自己动手 甭感这个活干的戏 还是比较粗糙 但是它这里面 有挺享受的过程 是吧 流过大汗 出过大力 对对对 对这个家是更有感情 舍不得 舍不得是 那那个有没有想过 地中海就是在你们的脑海当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蓝色的天 蓝色的海 白色的茶摊 然后还有一片白房子 最多在家业蓝顶 我说看都突破一下 我们看看能够不一样的 对 所以就是颜色方面 我没有太高的要求 要有突破性的地中海 赵龙小夫妻的想法更是特别 如何才能达到 他们想要的突破性呢 这对设计师来说 可是个考验啊 不怕你要的个性 就怕你要的平庸 接招的设计师有伪状 最大的特点就是个性 用设计师同行评论他的一句话 就是大壮的东西 不俗 有意思 我觉得吧 做东西就要有点个性 让人觉得有眼前一亮的东西 哎 这个东西还可以这样做 巧了 那个整个赵龙他们两口呢 也特别喜欢这种个性的东西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 我的个性是不是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拆不拆墙 我就不知道了 最好我们要把我们家地板也翘了 好吗 瞧瞧 还没开工呢 大宗的明晰处已经传到了小两口的耳朵里 不过现在后悔 便来不及了 一边要诠释经典 一边要打造个性 究竟是个性颠覆经典 还是经典赢了个性 让我们拭目以待 首先来看一下参加节目的相关规则 在48小时的时间里 两个家庭免费用1万元交换装修 改装彼此的居住空间 本期目标空间 特听 规则说完了 规则里面没说这个 杨阳这是什么呀 文宝先生 里面有什么呀 忘了 那怎么可能呢 全国观众都知道你在撒谎了 好 发红包了 这两个红包里是各1万块的装修基金 是由叶之峰装饰给我们提供的 感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还有两个红包里面是各价值8000块的 这个家电基金 是由美电传体罗宾商提供的 也感谢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好 未来48小时交出了钥匙 就是一个郑重的承诺 谁也不能回家 不能打探小道消息 来 我们交换了 好 来48小时 倒计时 开始 组不出户 来搜街 年轻的蓝队三人组都是淘宝达人 不到一个小时 花费不到1000元 他们就完成了本次装修所有饰品的购买 收街还要被换了呀 你叫谁呀 为什么呀 那个等会你就知道了 是来小树吗 呀 你怎么知道的 还真让小家伙给猜对 他们的收街目标就是树 哇塞 这么大的树啊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了 等会我们把它修掉以后 然后就把那个耿一等啊 把室外的井啊 把它引到实力了 好吧 面对着千辛万苦寻来的这棵树 黄林的心里充满了疑问 这树和地中海能扯上关系吗 首先说到树林子里这么个性的事都让我遇到了 可见这个设计师也是非常个性的 就好像这棵树 它会用在哪里呢 红蓝两队的地中海装修大比拼开始了 蓝队要打造经典地中海 有一个标志性的造型是必不可少的 那就是拱形 地中海风格的家居这种装修呢 它主要是以这个拱形去多 因为在地中海原案呢 大部分的这个室外家居 不是以直来直去的造型的地方 都以这个拱形 比如说常见的拱形回廊 窗户以及拱形的顶 它都会引用到 把这种元素引用到整个室内当中 所以蓝队一上来 就在客厅和餐厅的亚口之间 建造了一处拱形 我们这次的拱形呢 是有别于其他的拱形 我们做了一个镂空的这么一个造型 像一个简影 增加了它的一个趣味性 如果把它连修上去 虚实结合 上面石 下面石 中间虚出的这个造型就出来了 那这一块的话 镜面的时候 我看它两边的话 都不一样大小啊 这个的话 在我们正常的这个石膏拖的话 它不是说跟这个凉齐平的 都是要略比这个石膏 这个整个造型要略小一些的 这样的话 它的层次感才更好一些 我们家要有这个一个宫性能 我感觉还不错 我感觉 是吧 我也希望我们家 有这样一个宫性能 还真是心有灵犀 一点通 个性的大壮 大壮居然也保留了经典的拱形设计 但是接下来的工程 它可就没这么保守了 凉还是黑色的凉 千万不要在我们家装备够 大壮的这项工程 就完全超出了黄林对地中海的想象 在他的印象里 这些根本就不属于地中海 上吧 我心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地中海风格吧 你就算有凉 也不能是这个颜色呀 这几根凉 我一定要这么加 而且颜色一定要这么重 做这个凉 我们 我有几点 第一个呢 就是说 在颜色的后期配置上 会有一些这种颜色的呼应 第二个呢 我们他整个家里边的那个 他的一个光线不要暗 然后呢 我靠这几根凉 每个凉都加了分 我觉得如果是白色呀 或者是蓝色 哪怕是那种 怎么讲 就那种原木的颜色啊 可以接受 可是你现在这种颜色 做的还是那一块 做的个性一种还 虽然黄林无法接受 但是对于大壮而言 他的个性装修才刚刚开始 一边是个性 一边是经典 蓝队这边是要把经典进行到底 除了亚口处的拱形 设计师又在玄关和餐厅处 新增了两处拱形 第一处呢 就是这个鞋柜 大家可以看到 下面的部分的这个三层呢 是放这个咱们的正常鞋柜 它也比较深 储物也比较多的 那中间这一层呢 是放衣帽柜的 也就是完成了这个业主 对衣帽柜的一个需求 那上面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从底到顶的话 空间是非常大的 可以放一些咱们的这个 换季鞋 第二处的拱形呢 是正在那个餐区处 餐区处原有的空间呢 是比较平整的 那我们可以发现 他们家一开门 是看不到这个玄关的 那这边墙就是第一视线点 那从这边 我原用了三个拱形的一个造型 将这个墙体加出来一块 那我的餐桌呢 会在这个区域 牢牢的卡在这个区域 将它和这个整个造型呢 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在这里就餐呢 也会有一种 别有的这个情绪在里面 对于这幅有着浓郁地中海风情的油画 黄林很是喜欢 但是大壮似乎并不想让它 就这么平庸下去 这个呢 就是我印象中的地中海 我喜欢 这个是不是你印象中的地中海 是吧 对啊 蓝天 蜘蛛 白云 大海 但是 我还是想通过我的那个设计说法 跟那个表现技术 然后把你想象中的地中海的感觉 给它破掉 接下来 它将对这幅画进行怎样的个性化呢 一会儿给您揭晓 先来关注一下蓝队的进程 对啊 这就是另外一种做法 也就是说 我们先把它的这个木框架做出来 好了 我们可以选用这种市场上比较成贵的 就是合成的粘材 为什么选用这个材质呢 因为地中海风格呢 它基本上是贴近自然的那种生活状态 所以我选用了比较贴近自然的这种材质来做 那贴的时候 也就问用什么的胶来贴了 那我们常用的胶呢 市场上也比较常见 也就是说大理石胶 在贴大理石胶的时候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这个胶干得特别的慢 我们还要加一点固化剂 让它在最短的时间干掉 并且要过匀 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这样它一贴 我们就可以贴上了 原始的材质 再配以别致的壁炉造型 蓝队的这款电视墙 堪称地中海风格中的经典 不过在电视墙造型的比例问题上 赵龙有点不同意见 我觉得这烟团太大个了 因为我感觉烟团了 你又一长发给你小一点的 我就差不多了 因为它这个大壁炉 或者上面这块没有都可以 为什么呢 整个看这么大 整个一挨鸡金子塔 我再往这一蹲 我就一时伸一面下 谁让你往这蹲呢 整个比例上来说 你说这个大了 因为你现在看到的 只是一个半成品 所以因为很多的东西没上去 所以你会觉得比例略显大一点 做完以后 拭目以大 是不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个就是 现在不是成品 当然成品你再不喜欢 已经晚了 在几十条油画矿的包围下 原本经典的地中海油画 摇身一变 成了后现代的艺术画 它把它的那种 个性化的装饰衣加上去 Oh my God 那还是地中海吗 那已经 那个背景墙的 所谓的背景 已经就只剩下框了 真的是对我 又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虽然备受质疑 但是大壮并不气馁 在他看来 这些都不重要 结果才是最重要的 像很多人像我们所能接受的 能见到的大师的作品 他们都存在一些 很多的争议性 但是它存在 就是它的引导性 可能就是说 是那个一个城市 或者一个时代的一个代表 那我们作为设计师来说 也一定要这样去 在我们的行业里边 去引导别人 然后这样我们的东西 慢慢地才能成为一种 时尚的代表 或者说我们成为一种 家居流行趋势的一个引导者 不错 我说林设计师 咱们这个是用什么材质做 这个 这个是用高密图板来做的 它怎么是一个整体 是吧 就是没有机 这样打过去 完了电脑输入我的图案 然后整体它就会出来这个造型了 本身我的主题不是 谢花爱情海吗 所以我把它整个的造型 浓缩在这里来体现的 希望能达到 夜幕加年的时候 海边的那种感觉 里面呢 我会藏上蓝色的灯带 当晚上一打开的时候 这整个墙面会散出蓝色的光 对于大壮这个铁翼电视柜 黄林也再次从实用角度 提出了她的质疑 你除了放一个素 就是那基底盒 我放基底盒我的担心 能不能掉哪里 如果说铁翼电视柜 还能勉强接受的话 那么接下来大树的亮相 可是彻底让黄林崩溃了 大树 我们收接收了一下午 在那树林子里钻了半天 搜回来的树 我开始还在想说 搞个树吗 它准备怎么固定住 好 设计师告诉我说 我们不利的 我们横着 我们的主题 是做个性地中海 那么我们还要用一点 个性的东西 白 给你拦的一个细 对吧 是地中海的东西 然后材质 木跟铁翼的一种颜色的反差 也是它的东西 然后我们看到这种粗矿 跟这种 这种细腻的 它整个人也有反差 这样的话 用这根树 来整个去拉我们 设计的视觉中心 给种它 你的这根树 只让我想到了 撒哈拉大沙漠 就那 死了的树 都躺了吗 小胶两口就去 想着吧 对吧 此时的蓝队小蓝口 可没空操心自家的事情 他们正忙着刷漆呢 蓝色是地中海风格的常用作 不过把它刷在房顶上 可就不怎么常用 不是 你把顶刷蓝色的 是的 不是 他老公可是一看孔孟老庄的 回来一看这顶全蓝了 就唇一蓝铁 我跟你说 真真不可以 因为现在石膏线 你还没有按上 灯光没打上 并且不是说一个顶上去 我们还要沿边下来 那那个感觉是很好的 我们大胆子尝试一下 我是西梁汤 他们家的墙奥 你们说 就看老庄这种人 肯定接受不了 你了解还是我了解 还是男人最了解男人 我跟你说 那不见得 我觉得还是女人了解男人更多 大壮的个性 还真是让人琢磨不透 难道这些美纹纸球 也是个性地中海的一部分 他们能用来做什么呢 大色是更个性 不过最个性的在这呢 没想到这些纸团 被大面积地用在了电视背景墙 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的初衷了 本来是想找到那种蓝绿的那种花瓣 可能是后来呢 就是说因为这48小时有点紧 但后来我觉得 现在感觉还是这个 更贴切于我们的这个设计的这种 中心点和主题 可能比花瓣来的感觉更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电视墙 其实挺好的 用了很多的那种材质啊 表现手法来整个表现 我们的地中海的感觉 包括那种蓝白色的用运用 拉毛 铁液 还有那个木质 玻璃 跟那个我们就是说这种基底的感觉 实际上这么多的东西 我们都围绕着这么一个主题 就是我们这个个性地中海 如何的去表现 这么个性的地中海 哦 赵龙自己活来看吧 通过这两天跟大庄一起来做这个地中海 我真的对自己以前对地中海的这个认识呢 产生了非常大的怀疑 到底是我的认识有错误呢 还是说这我年纪大了 跟这年轻一代有代沟了 怎么会和我以前的那种印象 或者是我以前的认识有那么大的差别 太恐怖了 这个个性化地中海 我真是接受不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加装气象站 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这句话惊人皆知 在马可波罗的笔下 杭州是中国最优雅的城市 今天呢 我就是在杭州著名的荒黄山脚下 这里的环境非常优美 我要去探访一位著名的设计师 这位设计师 曾经在十年当中连续起策 获得了国家级设计大赛的一等奖 同时呢 在2009年 他又与马卫多里安等等 被评为亚洲武时摩登绅士 怎么样 是不是足以激发起你的好奇心呢 那好 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探访他的工作室 陈耀光 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副会长 1987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 室内设计代表作 李书童纪念馆 杭州和北京的韩美林艺术馆 浙江嘉兴大剧院 很高兴 大家来到这里 那么让我有这个机会 来叙述一下 我为什么会到这个院子来 或者我们的这个江南的院落里边 有哪些空间故事 或者有哪些空间情节 可以有机会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要想到达陈耀光所说的院子 要先经过这个非常现代的办公空间 在这里 会议室被做成了玻璃盒子 朽木被做成艺术装置 钢板与水泥则充满了现代气息 不过这次主人要隆重推出的 是与之风格迥异的后院 七年前 陈耀光和他的团队搬离了市中心喧闹的写字楼 租下了杭州凤凰山脚下的院落 这里曾是南宋建都杭州的 黄城宫殿遗址所在地 大文豪苏东坡比下凤凰山下雨出勤的意境 深深吸引着他 今天的空间可能更多的是 给以往不同的是 我们在露天的 有山有水有树还有风的这么一个后院 看点一 从容慢生活 以前我们的办公室在都市的中心 那里有电梯要等待 还有车库 还有拥挤 而在我们这个地方相对来说 它没有等待 没有拥挤 也谈不上速度 它和大自然保持着非常近的距离 我们这里有将近三四十米高的树 这周围大概有十几棵老张树 在六年前 我在这个树上放了十二个灯笼 而这个灯笼 也被很多的杂志媒体 全国的设计师同仁 他们大家来观赏 他们认为这个 尤其说是一个创意 倒不是说是更加休闲的 幽默的一种玩法 快乐一点 愉悦一点 轻松一点 让大家在一个放松的一种 赏心悦默的环境中 来营造一种我们设计师 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斑驳的白墙显露着岁月的痕迹 在这里设计师有着诗人一样的意境 片片落叶也观情 看点二 逆向的思维 院子里边有我们的一个发电机 这个发电机 原来这个房子很破旧 然后呢 我们特地在这个房子的外里面 用古代的明清时候的一些金砖 就是故宫的金砖 做了一个装置的一个理念 我认为我现在的设计手法 已经打破了原来的一种元素的 一种习惯性的运用 在地面上的 我会有意识地把它放在墙面上 而在墙面上的顶部的 我可能会把它放在地面上 这可能也是设计师的一种 一种对经验的一种叛念 和重新建立一种审美的秩序 爬满了藤蔓的墙体 仿佛是会呼吸的 院子里这个迷彩图案的集装箱 实际上是个材料库 我这里尽管没有昂贵的大理 是几千块一平米 但是当你人在走动的时候 你的脚在不尽一中 你可以感受到这个树叶的声音 我认为这也是一种 非常昂贵的体验 尤其是高密度的 刚带的那个都市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看到 像这个门头 这也是我在民间收来的 而这个门呢没有把它装在我们的墙面上 我认为把有一些元素 反传统的第二次再有更加新的经验的来体验它的存在 可能又是另外一种场景 每当中午十分 每当中午十二点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厨师长 他叫明明 他每天会在这个铃声当中 自然而然的回归到我们上个世纪 甚至是几十年前 上百年前 人们以这样的铃声 当这样的声音传接到我们的那个办公楼的时候 我们的设计师会在中午的时分听到声音 这种信息传达的时候 他知道开饭了 他就三三两两的慢慢的会下来 走进我们的餐厅 走进我们的食堂 这也是我们工作和生活的一个画面 看点三 铃声的背后 同龄旁边的旧罗汉床上摆上对客人的一份热情 门里面则是一个别具一格的餐厅 亲切的笔记 朴素的砖墙 环保的材质 粗广的墙面与精细的餐具 有种特别的协调 在这里就餐的感觉是随性的 像厅里的墙面凹凸不平感 恰恰是它的特点 你看用了这种金属边框 把这些照片啊 签名啊 图片框起来之后 有一种画框的效果 并且它在粗广当中 透露出一种精致感 这是其一 其二 你看房顶 房顶使用的这种材料非常特别 它原本是在建筑工地上 混凝土用来定型用的模板 用过之后 通常是扔掉了 而把它用在这里做房顶 由于它的肌理感 使房顶好像也变得会呼吸了 让人有一种亲近感 同时 这也是一种便废为宝的做法 这个江南院落最美的时候 是黄昏时分 镶长树的树影 伴着暖暖的灯笼 有种祥和的气息 一草一木皆有情 星星点点的设灯 让夜色更加柔和 在这里 设计师强调的是 自然与生活的高度统一 陈耀光认为 每一个现代人都应该更多的争取 与自然对话的机会 看点四 让空间来讲故事 这个屋子呢 承载的是设计师的办公 以及会客的功能 但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是它的记忆力长大 在从前面到后面 这么长一组柜子当中 随意的摆放着 设计师从各地 搜藏来的一些小玩意儿 他们看上去貌似不经历 但是对于设计师来说 很重要 因为他说 人和人之间是讲缘分的 人和物之间 也会讲 人与物之间的这种缘分 老式钟表 质朴的淘气 个性的碗碟 天然的树桩 古老的照相机 在点点射灯的照耀下 讲述着各自的来历和故事 承载了一段段历史 昏暗的月光下 你看窗外的东南亚木雕 是不是更加生动了呢 好空间启示 与自然亲密接触 感受阳光生态健康的生活 将材质与物料 反传统运用 引入逆向思维 设计就像生活方式 不妨幽默随性一点 此时天色已经黄昏了 工作室院子里 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 古香章树上挂的灯 也已经亮了 怎么样 是不是有一种 很失忆的感觉 我想此时 如果说楼上 还有人在工作的话 离开窗户 他的心情不但不急躁 反而会很舒缓 很放松 或许 他的创作领馆 就会源源不断 怎么样 欣赏完了今天的空间案例之后 希望对您的工作方式 生活方式 都能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好了 接下来 让我们继续关注 红蓝两队的加州进程 第二天一大早 红队搜接搜到的第二个数 这就是他们家的隔断 这是他们家的隔断 对啊 你确定是他们家的隔断 我看到几年的交换空间了 那么多期节目 什么时候见过这种是隔断的呀 今天你们就见识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赵宏他们家的房子比较小 如果我们按传统概念上去做的话 整个这个空间也会非常的压抑 然后又不能够跟我们的主题融在一起 这棵树呢 是那棵大树的一个呼应 对吧 然后呢 在这儿 既通通的空间 不影响的一个通科 又在这儿又起到一个视觉的冲击 我已经彻底的 彻底彻底的被你刺激到了 这已经是刺激 这已经是 哎呀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我现在的心 起到天哪 赵宏你自己回来看吧 与此同时 蓝队正在忙碌地布置他们的沙发背景墙 那我们这次呢 因为咱们地中海风格 就是比较喜欢这种圆润感觉的这种造型 所以在盘子的选择上 我选择了一个圆形 那后面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盘托的 这样的话之后 我们的这个盘子的这个图案 不喜欢了 我们可以按照这个规格去重新调换 然后这个同样的一个圆润的符号呢 我在整个沙发背景墙后面呢 还有这一个 约海像大象 约海像大象 想象力挺丰富的 这个的话 这是地中海沿岸呢 它这个扶手啊 就是海边的这样的扶手啊 它都是以这样的不性造型来走的 把它这个造型沿用到室内 而它既有这个储物的功能 又把这种地中海建制的这种风格 引去到室内 撑着油纸伞 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像 我希望逢到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 这是非常著名的诗 就叫做雨像 你在苏州的话呢 就会有这样的情怀 萌萌的续语当中 撑着这样的油纸伞 这种油纸伞呀 在江浙一带非常的常见 它呢能够遮雨又能够遮阳 我想这么漂亮的油纸伞 用在家居装饰当中也一定是可以的 那么今天我们的旧物改造呢 咱们就改这个油纸伞 这是我们旧物改造 就是把油纸伞改成花瓶 咋样 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这个呢是选手家里的那个 我们拆下来的那个中式的灯 花瓶的一个底座 这个纸伞呢 我们把它按那个插花的技术 把它插起来 一蓝一白的都是地中海边 对 呀 这么通面 上一盒 也不错嘛 够方便的哈 晴天当花瓶 雨天当雨伞 那我们地中海风格的这个 一个花瓶的改造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 好简单 兰队这边是要把油纸伞改成贝壳的 先把油纸伞股价改小 然后挂上装修剩下的贝壳 接着用陶罐做底座 装上灯泡 一盏具有浓郁地中海风情的贝壳灯就诞生 你可把那个放个隐秘面的地方 你太找不着 48小时的装修战役终于结束 红蓝两队都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 紧张的收房时刻马上到来 是惊喜还是失望 精彩大幕就要拉开 经过了48小时 我完成了歇壞天海 通过了蓝色 白色 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这种砖啊 木材的这种材质 来体现这个地中海 清新自然的一种生活状态 那整个电视机背景墙呢 是我比较喜欢的 有机的把这个电视机背景 和这个壁炉结合在了一起 整个作品我也很希望业主喜欢 我怎么感觉那灯全开着呢 对啊 是灯全开着呢 但是真对不起你 杨阳还有杨阳妈没错成地中海 啊 出去别吓我 不是不是 没吓你 你看它起的名 它叫邂逅爱琴海 它是爱琴海 没错 爱琴海的那一块 河海 南中国海都行了是吧 来吧 我们往后点啊 来 看了啊 先先看啊 妈先看 不要 我要你看嘛 我先看 我要再看了 你别出去啊 行 让杨阳先看 杨阳准备好了啊 来 三二一 扣 上门了 啊 什么 扣没扣 不是扣 不是像那边吧 不是像那边 妈的扣扣 是吧 杀妈变了 这电讯 干嘛搞的像屋子啊 像屋子 屋子那个 啊 屋子 像个小房子 是吧 把你妈急死了 你妈 是带我 哎 你给打个分 一百分满分 你说多少分 一百分 一百分啊 这孩子挺快的 那后面还 那后面还弹的 过来来 宝贝 宝贝 你让妈妈看她吧 要不然你妈待会儿就晕过去了 来来 三二一 看看吧 这个不错啊 全是你们家的 对对 你看这谁呀 你穿衣服 你穿衣服啊 你穿衣服啊 镜子啊 哎呀真好 欠贴的马赛克 我们家就没有穿衣镜了 我每次都在那个装盘的装盘上靠一下 妈 哎呀不错 那就是做出来的 做出来的 做出来的格板 还有抽屉 不是抽屉 就是这种很像抽屉 其实是小柜子 哎呀太好了 两个柜子 真的是 妈咪 我这边一直都没有那些东西的 对 妈咪你过来你看 这边更鸡人 这边有什么 叫情人 是吗 我看门边 蓝色的 你看你看你看 这边 这边 妈咪 这个我喜欢这个很可爱 对对对 我看那个地毯 没事 妈咪早就开始抱着这个了 早就想要这个了 想要什么 地毯呀 这种地毯 哦是吗 那太好了 那个挂盘是地中海市的 里面的一个很显著的风格 一个拱形门 然后挂盘 还有那个蓝加白 反正就是这个 它如果就是实心的 不过它就是它很密的 对 对 它还可以放花上 那也可以呀 对 你不要放个小掉了 看什么 她说这个像个屋子 这是那种很典型的地中海的那种感觉 对 其实是一个壁炉的造型 对对对 她把我地毯会改成这样 哦 好幸福 好看吗 我可喜欢这种东西了 你知道吗 就算片了 对 我不是在那里 小蓝子 我妈真想要这个了 是吗 你又知道了 你又知道了 是吧 然后呢 地毯都是蓝的 她等于是给我加了一圈 那个 灯带 灯带 对 加了一圈灯带 我觉得这个顶做的 妈咪 妈咪 你相当也不错呀 也不错呀 她这个灯一打就觉得它不是很暗 对对 为什么这样呢 开始会 就一进来 冷不定一看的话会觉得有点暗 但是她现在就说 如果这个灯全部打开的话 就觉得说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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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还做了这个 天哪 我怎么打倒鼻子 怎么办呢 你这个问题提的很好啊 这怎么少了 就不用少了 拿吸尘器 对 加电机心里头有一吸尘器 从那里头往来吸 因为它不深 它就这么深 应该就是 都是灰尘 落进去 我就是怕这格子 你知道吗 我以前看完这期间 他们有一些都宝石 有些那些麻辣格子 我还每次跟他聊 尽可能扫那些格子 擦会太难了 就是你觉得这个设计 美观大于实用了 对 是不是那意思 如果你不喜欢 你就拆掉它 我觉得你没有关系 可以拆 回头再拆吧 回头再拆吧 这回我们可以找旧物感到了吧 可以找吧 你都找到了是吧 三郎 他找到了吧 有这个吧 哪里的呢 真是 三股 然后呢 又弄了一个罐子 做了一刀 这个是我原来一句花盆 吃花瓶 这是什么 这是个小海螺 然后你后头这块 也可以放点零零青青的小东西 这个蛮多了蛮多的 像屋子空间一样 对对对 好棒啊 但是这个 这个是很典型地中海 对啊 很典型 那我要问你一下 这么典型的地中海 真的是你喜欢的吗 我喜欢 你喜欢 我是就是要这种很很典型的这种 好了 杨阳 来 跟我说 那边好看还是你们家好看 哪边 那边 蓝队家好看还是你们家好看 我们家 因为他们家 哎呀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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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说 不能说 我马上就要撕出来了 忙了这么几天啊 我刚刚感觉有点累 后来我选择这个位置坐在这 为什么坐在这呢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它这个设计里边啊 这根树 是我整个一个设计的一个亮点 给我一个灵魂的一个凝聚点 然后呢 在我这套设计里边呢 很多的东西呢 我们都用了一些 可能很多观众 或者很多朋友感觉这个 不是地中海的东西 或者你看包括树呀 包括我们现在用了一些 颜色上的一些东西 都可能有一些争议 但我觉得那个设计这个东西 就是说 看你如何把这些东西 融在里边 其实整个空间里边啊 地中海的感觉 还是非常到位的 包括我们的铁衣的一个呼应 蓝色的一个呼应 包括我们这个白色的树 从那个玄关 然后到这个我们电视墙 整个那个呼应 我感觉呢 整个的在魂上 或者在整个气势上 或者整个空间里边 还是没有 没有离开地中海 而且是一个非常个性 非常具有特点的 具有代表性的一种 地中海的一种风格 我觉得我挺满意这套作品的 所以我坐在这儿 我感觉心里非常非常的舒服 就是想要地中海式的 但是想要有突破的 那行 那还是挺突破的 我觉得 不是后现代的吗 突破的意思 就不知道破到哪去了 来三二一 突破的 哇 我也得眼镜 哇塞 太神了 这件太漂亮了 是吗 真喜欢啊 我喜欢因为 哇塞 很长一点 很多的超男人 很长 平冷观的 还有这梅欧灯 我一直想买来着 还有这沙发 比我以前沙发好多了 我都没想到 把我们家沙发换成这颜色的 你知道吗 你不是不要正白正蓝吗 是 我都没想到 能换成这颜色的 你知道吗 这也不会从你们小区里 薅一个沙发 不是你们小区的 这个绝对不是你们小区的 但是这个是 货真价实的木头 然后刷白了 还是有一个小隔断 然后我们协会把它改颜色 改颜色 跟这个 这叫玄关了 现在这个 这个树干就叫玄关了 是是是 这条的颜色 比我们的漂亮多了 是 我以前就想要黄色的 然后这个条子 没条得那么好 哦是吗 我以前就想要这土黄色 我跟你说吧 来来来 咱们预动起来 墙面和两个都一样的 然后呢 给你做了一个花架子 装盒太神了 这是我们原来客厅那盏灯 客厅那盏灯 对对对 这个是什么 就买的 这个呀 是附赠的 还有一处 还有你处是吧 待会再找哈 这是附赠给你一个小推门 然后呢 这推门我老公一直特别想要 会本来想到太帅了 想到太帅了 摊听了你知道吧 太帅了 我一直老喜欢这个门 然后看了好多好多次 是吧 这个牛仔门 然后那个书桌 还有那个景观 就算是送了送你们 这特别 太喜欢这个 这块一直想弄一下 这块 比较有颠覆性的在这呢 看那个背景 太上了 这太上了 你喜欢吗 我喜欢 我觉得这又立体又漂亮 绝对不立体 绝对不立体 让我就是这种风格 我这样子就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我全 我觉得我没生气来撞个菜 太上了 太明白你们了 是吧 我以前一直想要一种 他都想要 他不让我装着 他让这风扇装我不好看 我一直特想要一带风扇 其实很节能 你知道吧 夏天很节能 对对对 它有点马来那种风格 对对对 特futable 特futable 来过来 过来坐到沙发上 看一下你这个电视的这一面 我让你们猜对面的那个红 蓝的和白的球球 那是什么东西 不会用卫生纸吧 不不不 外头呢 是那种 嗯 捐的纸 就是短的纸 里头都是美纹纸 这个很有创意 我觉得特别有创意这一块 天呐 那太好了 看来你们俩算是对上眼 是吧 绝对不遗憾 然后让我们学校老师 稍微换个位置 让他们看看这电视柜 哇 这这这 铁衣加一个大树桩 这个也是破真架实的真的木头啊 枯树 也非常有特别 你知道吧 因为这个风格 地中海风格 因为做地中海风格的人太多 你到别人家一去一睁眼 全一样的风格 那没意思 特别没劲了 你们家绝对跟别人家不一样 没错 没错 就光说有两个大木桩子这个事 它就不一样 绝对 对吧 这个木桩特出乎我想象为什么呢 我一直想要一个衣服架 你知道吧 我没衣服架 然后他这块好好解决 你知道吧 太好了 哎呦 就是希望 这个情人眼里出西施 也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对上眼了之后呢 他就会觉得特别的好看哈 好 那就没问题了 这个茶几是这样的啊 能转动的 算是能转出两个面积来的 绝对OK 没问题吧 相机和空调是你们的家电基金 然后我刚才说旧物改造 不如有两处吗 一处你们找到了 还有一处 还有一处 不难找 那个 对 哎呀 反过来 反过来 反给拆了 不用拆吧 没拆没拆 其实它反过来就行 倒是放进去的 太舍 绝对太舍了 比你原来家要好看是吧 不止好看一点 半点 我给你说绝对OK 绝对OK 绝对OK 这也是基礼的那种 是吧 太好了 哎呀 这就是让我我心甚畏呀 尤其这强颜色你知道 太合我意了 你知道吗 我都不知道它过得能成这颜色 满意就好 那行了 咱们见见试机师 还有两位选手 好 好 我们要开始在网上了 两份非常怀旧的礼物 这个怀旧的礼物 就在这个小盒盒里 讲给我最贤慧的老婆 你来送吧 我来送 你来送 不仅是一个水杯了 嗯 怎么说呢 跟里面还有的一样东西 因为怎么说了这么久啊 我知道你一直想照一套婚纱照 嗯 因为每次说实在的 嗯 家里钱不是特别多 嗯 买房 然后的话就说工作 每次还有装修 每次的钱 说实在的攒了一些钱 关键事个都用掉啊 两只蜗牛 已经飞上了小小的壳 非常坚韧的行进在自己的路上 蜗牛不求天不求地 我们就是踏踏实实的靠自己 一样可以过上特别幸福的生活 我没有想到 嗯 他会想我这个 嗯嗯 高兴吗 高兴 好啊 那就擦擦眼泪 回头别肿着眼睛去拍婚纱照 就会漂亮了 我要在身材最好的时候拍婚纱照 那你想什么时候去啊 嗯 下个月吧 下个月身材最好 这已经预测出来 接下来这一份礼物 我也是特别特别的怀旧的 老是给大家看一背面 我现在宣读一下这份礼物的内容 卓冲阳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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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忠实小观众称号 交换空间二零一零年 下 哈哈哈哈哈哈 来卓冲阳小朋友 拿掌串 在说什么呀 啊 很高兴 嗯 谢谢王小姐 还有 各位设计师 化妆师 还有 嗯 这种 非常多的人 呃 各位工作人员 是吧 行了 我们这次苏州之前 我非常高兴认识了九岁的我们忠实的小观众卓冲阳 这个孩子天性乐观 非常好合作 对镜头一点都不惧怕 是我们的绝对顶级的观众 这样以后还见到你好吗 好 那节目最后我们还是要感谢叶之峰装饰 以及美的凡蒂罗冰香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还是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交换空间 交换的空间 情感的故事 两个 用几个家的房子 你家有我庄 我家有你庄 我家有你庄 只要别和从前一样 电钻往往响 满天尘飞扬 每个人都是一个花脸旁 你家很漂亮 你家很漂亮 我家分模样 别让我回到老地方 一起来吧 来敌眼吧 用你的双手感受它 然后开房门的时候我真的心跳的特别厉害 我在想我会不会难以接受 会不会难以接受 然后当张开眼的那一刹那 虽然我没戴眼镜我也能感觉到了真的很漂亮 后来我看真的确实很奇怪 那个这么个性的东西 没想到那个赵冯他们两口能接受 我开始有很多还有更个性的东西呢 还没有再用 早知道我全部都给他用上了 好